台北市的清零 那因为毕竟迟到终点不到好 那我们首先恭喜说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民在五月中疫情爆发以来 这第一次达到清零的目标 那黄山山副市长我们刚才去发现说 他的脸书上的文章已经删除掉了 那本来他是写的是说 今天完成清零任务 那可以兴奋到跳舞了 那这篇文章删掉 我判断应该是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 其实各县市尤其是中南部 都还有北部的各都市 陆陆续续都有达到清零 可是并不符 他这种提早自行宣布的行为 并不符合过去的惯例 所以黄山山副市长可能基于尊重这个惯例 就把这个文章删掉了 但是我们可以见得说 台北市政府对于第一次 第一天达到这个清零的目标 他们非常高兴 那台北市政府会这么的高兴 应该也是跟6月16号柯文哲市长 那他有公开承诺过即使没有疫苗 台北市也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清零的目标 那这个是多多少少也延误了大概三周左右 所以台北市政府黄山山副市长 现在几乎是防疫的指挥官 所以他会那么高兴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我们祝福他台北市的清零 那因为毕竟迟到中底不到好 这个终于台北市等到了清零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台北市不能清零的话 台湾也没办法清零 所以我们希望黄山山副市长 不是只有今天可以跳舞 每天可以跳舞 每天都清零的话 那我相信全台湾就能够继续维持一个疫情控制的一个情况 有点麻烦